第2號315 170萬分60公斤穿S號的部分 從肩線跟胸圍看起來它還是有寬鬆感的 平常穿比較偏RESV 那當然你可以PASS掉 或者是說你裡面穿RESV的套裝 這件大衣就是為了保護症狀 秀寬的部分大概是我兩邊手臂寬 胸圍部分離我身體5到10公分吧 真正非常冷的時候 離裡面要去搭帽梯或後帽梯 這空間感都還是足的 它下板的長度超過跨步拉鍊 2、3公分左右 BST-T76 它是一個背心 連帽的 它的面料是鹹公肉布 削光的 跟這種做舊的東西搭起來 我覺得是蠻順的 170萬分65公斤穿的是一個S號的尺寸 這一款的胸圍是偏寬的 不要選非常厚的夾克 我應該都還是可以塞在最外面 T65是棕色的襯衫 我170萬分65公斤穿M號 肩線跟胸圍有一點寬鬆感 可是以我的聲型 基本上都會挑L號XL號啦 我希望它進入中間 所以我才選M號 這G237 穿的是一個M號 開扣眼然後還有褲的 其實它後半部 整個都是鬆緊帶 所以它的誤差範圍 我覺得在一個尺寸內